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阿爾素學生看來 我要看三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 後山有幾棵樹 就是說國王有一個非常 漂亮的女兒 她想要嫁給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然後她就是 決定辦一天 就是 她要挑選適合她的 男人 所以有三個人 第一個人是非常有閒的 第二個人是非常 就是力氣非常大 可以保護國的 第三個人是瘦小 但是她自身很高 所以 女王就決定說 要讓他們去數數看後山有幾棵樹 可是他們想很多方法都數不起來 所以 可是當那個瘦小的那個人的時候 她就決定請大家幫忙 然後靠著她的 智商就是完成 可是女王覺得 國王她的女兒覺得說 不是她自己完成的 而是靠其他人完成的 所以她也沒有嫁給其他人 反而讓他們三個 變成保護 保護 王國的一些人類 第二個 就是 一百天後是星期幾 就是說一個很貪心的數學家 她也想要嫁 國王的女兒 她就出了一些 到處的兩題非常的提供給國王 可是國王沒有答出來 所以她就決定 請 請這些 村民們 可是村民們也解不出來 最後有一個 叫約翰的小男孩 她就靠著她的智商解出來了 並且她把那些 那個 貪心的老數學家裡趕了出去 最後一個故事 就是 只有一面的紙 就是說 宙斯她收 收集了五個小孩 因為當時五個 同時生出五個小孩 是不好 就是不吉利的 所以她 宙斯就收留了他們 現在他們也成了十五歲的 十五歲的 小孩 宙斯 因為他們非常想要回到人間 所以宙斯決定 就是 叫他們找出 只有一面紙的 他們 非常 容易去找 有一個人 他就去突出市找 然後 找到一個 方法 並且叫他 另外是一個好兄弟 一起來 就是 實驗 並且就找到了 只有一面的紙 那來去給宙斯看 宙斯也非常的 非常的驚訝 因為他也不知道 世界上會有 只有一面的紙 所以他就決定 放他 回到人間 我很分享這本 知識的原因 是因為 裡面有分享到 很多 數學的 知識 而且裡面的 漫畫 還有文字 也就 很吸引人 我也覺得這本書 蠻好看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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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